他知道自己的死之无多,因为他中cancer癌症,然后就跑去给医生检查,然后各天医生就通知他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然后小明就说,好了,你讲好消息,电我听现了,然后医生说,好消息就是你还有两天可以活, 然后小明就很紧张,那坏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还剩下两天,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昨天我忘记告诉你,你还有一天,之前天我忘记告诉你,今天你剩下最后一天,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意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觉得这些意外啊,都对我们不好,可是,感谢主在主的里面呢,圣经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一出,无论你面临现在的是好事情,还是坏事,请记住,跟你旁边的人讲,万事,万事包括好事,包括坏事,来跟你旁边讲,万事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OK? 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神的祸以,耶稣的名,以生活,我们过去以来,我们讲了,已经是第六个系列,关于耶稣的名,今天我要跟你看,耶稣的名和你的生活有细细的相关,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十图行传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这里,OK? 但是不是很清楚啊,最好你是看自己圣经,然后,我们来读一读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八节,对不起,一二三,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记,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只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三乐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脖子骨立刻转见,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和天,走着跳着赞美神。 阿们,我们做个祷告。 结果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求主你打开你天上的门户,倒下赤十余的玛纳,来喂饱我们的领命。 在我们这个时刻,我求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受伤,借着你的话以来医治我们。如果我们有困惑,求主你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挑望起来。 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充满。 主啊,你恩高讲台,恩高你的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能够造就,能够建立他们的信心。 如主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 感谢主。 你看,在过去的系列里面,我就跟你讲,耶稣的名字有何等的力量,何等的能力。 而耶稣的名,代表耶稣本身。 耶稣不用到一个,怎么说,不用亲自来到一个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耶稣的名就代表他本身的权柄,代表他的人力。 我常常告诉你们,你们也听过,我在提醒你们,在过去古代的皇帝,根本不用来到那个地方的, 大家都要跪下来了。 所以你看,如果以前的皇帝,都没有耶稣那么尊贵,在万民之上的名,也没有耶稣这么的充满的荣耀和能力, 都要听到所有的百姓,所有的文武百官,听到 圣基道,都要跪下来领子。 更何况,奉耶稣的名。 我们常常铺裂了,原来耶稣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 耶稣的名是充满着能力。 今天我要给你带来你看,我们这里有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是彼得和约翰。 彼得和约翰,在他们生活当中,奉耶稣的名,或者喊耶稣的名,就好像每天吃饭这样,饿了要吃。 所以他们去到那里,去圣殿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不忘奉耶稣的名。 那你们看呢,耶稣将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放在他名字里头,并且他把他的名赐给了教会。 起初,就是初期的教会呢,的信徒很清楚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并且积极地使用他。 彼得和约翰在下午三点钟,去圣殿祷告,圣殿祷告的时候,经过美门,有一个怯的器盖,在那边求其。 然后,事件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器盖,鞋腿,这个掰他的器盖呢,是因为耶稣的名而得到医治。 我要强调是什么?我要强调重点就是,彼得很清楚知道他有什么。 整体上,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 有些教会甚至不知道他们有重生,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新造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只是罪得赦免而已。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罪得赦免呢,我们常常奢华,会被魔鬼来操控我们生命。 我怎么说?我再解释。你知道吗?如果你停留在罪得赦免,你就是站在魔鬼容易控制你这一辈子的生命。 如果你很清楚,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并且借着上帝他的儿子成为我的义。 所以,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你读了圣经一百遍,也不是你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因为耶稣取代了我们的位置。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努力去做。以前我们去拜神了,我们努力去做。 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去做要得赵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买龙香,叶大枝,插在那边,希望他的神能够听到我。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来给舔油,给很多的向前游,希望那个神会听我们多一点。 可是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往往,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贿赂上帝。 也容许我用这句话贿赂。 但是耶稣,我们要清楚,我们是重生的人。 We are born again. 我们是上帝里面,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 英文说,You are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物。 你必须要很清楚,不只是我们信仰耶稣,不只是罪得胜。 这是事实,我们信仰耶稣,所有的罪都被赦免,被洗尽了。 但是你也必须清楚,你今天的你,麦克战,不再是麦克战以前。 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他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成为新的人,过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人。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All things have passed away, all things will become new. 这是圣经讲的。 你必须要看见你是新造的人。 如果你还是看,你只是看见,你只是,我还是灵修平,我只是永远是灵修平。 你必须要看见,我是全新的人。 我必须要看见,我今天的生命不再是我的生命。 如果你还活着旧的生命,难怪你常常被谋给控制。 因为你只是停留在罪得胜免。 你罪得胜免之后,请问。 好,牧师很坦白啊,我也很坦白在你面前,我常常耶稣,我求到耶稣,耶稣啊,你原谅我刚才生气的罪。 耶稣啊,你原谅我说谎的罪。 主啊,你赦免我用你的保血洗净我,赦免了吗?赦免了。 请问,明天还会被犯罪。 我们一样被犯罪,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还是被罪的捆绑着。 可是你今天看到,主,我今天来到你面前,不是因为我得到罪的时候,明白了,我也是一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代表什么?新造的人代表新的性情。 新造的人代表什么?新造的人代表说,我能够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命能够一个了断。 有些人啊,跟旧的生命,藕断失联。 有些人啊,跟旧的生命啊,完全啊,拉拉扯扯,等下又很圣洁,等下又犯罪。 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没有看到,在基督里,上帝给你的能力,做一个新造的人。 有些家会只知道他们是重生,可能他也明白什么叫重生。 可是呢,新造的人,可是呢,除了这一点呢,他们就一无所知。 他们的态度就是,哎哟,捉住,捉住吧,坚持到底,祷告赶快耶稣快点来, 魔鬼,满街都是魔鬼啊,那里都是魔鬼的功绩,破坏我的生活。 他比上帝还要大,比价位还要强,周围都是他的,他的贝卡,他的鹰藻全部啊,他掌控,他控制,他操控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好像一个无助的孤儿这样,我们真可怜啊,一点办法都没有。 哦,请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忠心到底,坚持到最后,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希望我可以。 所有人的态度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过着气气凉凉,气气惨惨的生活。 这是我常常形容的,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是过着狗之子,猫生活。 上帝没有我们过狗之子,猫生活,上帝要把我们做祂的儿子。 如果耶稣是万王之王,最起码你也是一个王。 从来上帝没有说我们是在好像路边的乞丐这样。 我们怎样让别人看到,你怎样让人家知道耶稣,信耶稣真正好。 如果你过着狗之子是这么凄惨可怜的话,你说来信耶稣了,你说你有说服力吗? 你说那个人也要跟你来教会吗? 因为可怕,因为你自己都很惨,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然后再跟我讲耶稣。 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生命摸出来。 我告诉你,在信耶里面的信仰,圣经里面的信仰不是这么一样的。 我们来看几个,几个,信耶里的几个就要信仰什么? 第一,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读,你要配合我,要不然你就坐着你就会睡着了。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义书第四章第一节,一二三。 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圣着他们,因为那在你们,你们里面的,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阿们。 第二,罗马书第八章三的记者。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合胜有余了。 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六节,一二三。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能能把我怎么样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这篇经文的话,随便抽出来,信业整个信仰啊。 各位朋友说,我们好像活得好像一只狗这样,很可怜的,在街边要捡那些破烂捡的人,要丢下来的东西吃。 圣经告诉我们说,小子啊,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 这是圣经在信业里面的呼喊和宣告。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可能在中文里面你听了,不是很清楚,圣经在英文的版本说,You are more than a conqueror. 你不只是conquer是一个征服者。 conquer就是征服,征服的人,征服世界的人,叫conquer。 圣经讲,You are more than a conqueror. 你比那些征服者还要超过。 就是说,你能征服这一切的事上。 有些人啊,主啊,求主你拿掉这个苦难。 主啊,求你拿掉我这个问题。 主啊,求你拿掉我这个经济的问题。 拿掉你就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征服了。 所以常常,主如果听你的祷告,你就是一个,你是一个卑贱软弱的人。 所以主不是,如果主每一次都听按着你的需要来听,来听,垂听的话,我们生命真的很糟糕,很肤浅。 可是上帝有时候是怜悯我们的。 上帝知道我们的,他要做造我们成为more than a conqueror,得胜有余者。 他批准,他容许这个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 你必须在这一切的事上,包括你的感情,包括你的事业,包括你的家人的关系,包括你跟同事的关系,包括你在哪一个方面。 上帝要我们得胜有余者,接下来,他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能把我怎么样。 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因为这上帝与我们,给我们力量。 上帝做我们的盾牌。 所以你看到,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教导我们什么呢? 教导我们得胜,教导我们是不是活在那种悲催,悲哀的情况。 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去了解圣经,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呢, 我们做基督徒就会常常失败,并且被骗,以为耶稣的名对我们不管用。 我来介绍你一个人。 这个人叫Charles Spurgeon,是英国一个著名的牧师。 他分享一个故事这样,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年纪年迈,并且卧病在床的一个老妇人。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积极的衰弱。 在探访期间呢,师父真牧师发现他墙上有一张框架起来的文件。 他对这张文件非常感兴趣,然后就问老妇人,这是你的吗? 老妇人解释他,解释说,他一辈子在贵族的家庭里面做女用,做了半辈子。 这张文件是他退休之前,是主人家送给他做纪念的。 因此他把它框架起来,放在墙壁上。 他为这张文件感到很骄傲。 自从那个主人过世之后呢,他就变过在那个墙上了。 师父真牧师就说,我可以拿下来看清楚一点吗? 那个不认识字的老妇人就回答说,好啊,这的确,可是你要make sure把它放回眼位。 然后师父真就拿了下来,就拿给有关的权威人士去坚定, 确认这一份是一份遗住来的。 是主人留下给他一件物质和一些金钱,给他下半辈子有好过一点。 可是呢,这位老妇人却住在木乡搭建的小房子, 因为贫穷而饥饿,造成营养不良。 可是过在这个墙上的遗嘱,已经为他预备, 照顾他下半辈子漂亮的物质,还有加上利息的生活费。 最后,师父真牧师帮助这个老妇人拿到他属于他的东西, 可是如果他早发现就不用过着这么如此悲惨悲凉的日子了。 这故事就好像今日的教会。 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常常住在破烂的屋子里面, 我们有耶稣的名却过在墙上不用, 我们而且还引以为勇,说这个耶稣的名, 但是我们从来不用,这名属于我们,我们从来没有用到。 彼得很清楚他拥有的,他叫乞丐,双眼看着他。 我示范一下,这里有个乞丐, 然后,我是彼得,我刚好走过, 然后走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乞丐, 然后看到乞丐那边在球棋,我就说, 喂,看着我们, 那个乞丐啊,里面进来,我是那个乞丐, 我知道我后谁料,有人叫我看着他, 肯定要给我大钱,要给我什么财富, 给我什么好料的东西。 可是,彼得讲第一句话, 你经营我没有啊,钱我没有, 不是老子有钱啊, 经营我都没有, 我经营我所有,所有,身上所有的一切给你, 就是奉耶稣的名, 起来,行走。 彼得在讲这句话说,不是不肯定的, 奉耶稣的名, 看,睁眼睛看看, 可能不行,可能行, 他不是不确定的, 他说经营我真的没有, 可是我经营我所有的给你, 奉耶稣的名, 起来,行走。 有时候我们祷告说, 哎呀,我们为病人祷告, 我们为这个问题,哎呀,你要有信心啊, 你要有信心, 你要对主要有信心, 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今天这个经文不是这样讲的, 彼得根本不理这个期待有没有信心, 他根本没有兴趣, 这个期待相信不相信耶稣的能力, 可是他说, 经营我没有, 我奉耶稣的名, 才起来行走。 彼得很清楚知道, 他身上有什么。 彼得, 叫他说起来行走, 有人说,哎呀, 牧师,彼得遗憾是使徒咧, 那些使徒都有能力啊, 建立教会的, 当最后一个使徒死掉啊, 就死徒了, 死到没有了, 今天呢, 这件事情啊, 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我真的不搞, 我真的搞不清楚, 搞不明白, 为什么人会这样想法, 撒旦魔鬼呢, 也蛊惑整个基督教界, 他不要我们基督徒啊, 明摆知道这个耶稣的名, 他怕这个名字,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耶稣已经打败他了, 他知道他的名字, 有如其人那样的震慑他, 他知道耶稣说过, 奉我的名干鬼, 你们信我的人, 必有神迹谁的他们, 奉我的名干鬼, 意思是说, 他们可以, 就是我们啊, 我们可以自行耶稣的权柄, 在撒旦魔鬼身上, 他深深知道, 魔鬼知道, 他也不想让你和我知道, 只要你多久不知道, 哎呀, 他就爽了, 他就有多少的日子来控制我们, 操纵我们, 所以你看, 他就是如此的蛊惑整个基督教界, 不管你有多虔诚, 你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会感到很无助, 不管你相信重生的, 你相信圣灵充满讲放言的, 你相信有意志的, 你相信上帝能力的, 完全对耶稣的名都很混乱, 今天的教会, 包括我们这些五旋中神招会的信徒, 我们去学了一套医治的方程式, 我们去学一套赶鬼的方程式, 我们又去学了一套讲放言的方程式, 可是从来不用耶稣的名, 你看, 连我们这些知道上帝能力的信徒, 也说骗了, 假如我们从来没有用耶稣的名, 有时候我在想, 我想象哪, 我想象, 如果此时此刻, 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 他是怎么样想的, 他往下来看天地上的教会, 他会是怎样想的, 他可能这样说, 天使Gabriel, 天使加巴列, 你看看我这般的女儿, 儿女在地上做什么, 我相信加巴列会跟他讲, 上帝啊, 你看到那些只有两岁到三岁的孩子, 在教会里面玩锁, 您不好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 如果上帝问加巴列, 这般我的儿女们在做什么, 加巴列会回答上帝说, 我看到有很多两三岁的孩子, 在教会里玩锁, 意思说我们从来没有成长过, 意思说我们从来没有去灵命, 去装备过, 我们是, 可能我今天活得三十七岁, 可是我的灵命好像两三岁这样, 我们也不是真的敬拜神, 我们在playing the church, 玩锁, playing the church, 所以当我们要懂得了解, 要去认识上帝的过瘾的时候, 要明白, 要, 所以让我们苏醒起来吧, 兄弟姐妹, 要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 耶稣的名一直在我们手上, 这是我们的, 圣经说,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金银我们没有, 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奉纳撒勒人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有人对我这样说, 牧师, 我试过用耶稣的名, 可是好像在我身上, 不好啊, 胡笑, 我只能告诉你, 你必须熟读圣经, 了解这个名字背后有多大的威力, 你必须研究神的祸影, 设计这个名字的影响, 还有这个名字背后的力量, 耶稣的名不是咒语,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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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人拿耶稣的名字好像是这样吗? 封耶稣的名, 希望好像是那么那么那么, 这样, 不能, 耶稣的名也不是魔咒, 哇, 奉耶稣的名, 他不是魔咒, 你必须了解, 耶稣这个人, 你才能够用耶稣的名, 接下来我们来看, 耶稣的名和其他的方面的关系, 第一,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做什么呢? 第一,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感谢, 圣经讲, 来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常常感谢吗? 我们要奉主的名, 常常感谢, 谢恩, 这是我们常常, 一个基督徒啊, 我要看他有多少的信靠神, 不是他有多少的祷告, 那再讲一次, 牧师不是不鼓励祷告, 我很强调祷告, 但是, 如果, 真正的祷告的力量, 不在于你多少次的祷告, 而是你相信你所祷告的内容, 很多人祷告不相信自己的内容呢, 主啊, 请你给我一两mesteading,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走出去了, 走出去了, 他没有expect领受, 他没有真的去感, 敢敢去接受, 最大的祷告的方式, 不是你祷告多少, 而是感谢, 主我感谢,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我看到Mercedes is on the way, 领受, 明白吗? 感谢, 感恩, 是领受, 你奉耶稣的名, 耶稣就在那边拿去, 不要啦, 拿去, 不要啦, 拿去, 你所要的, 你所奉耶稣的名, 不要啦, 我们没有感恩, 我们不接受, 感恩很重要, 所以在你生活当中, 要学, 英文说, 你不只是要Pray, 你要学习, 要Praise, 赞美, 赞美, 所以赞美很重要, 你不相信, 你回去test一下, 回去, 每一天, 回去跟你老婆, 哇, 老婆, 我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 每一天, 哇, 今天你更漂亮, 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 你跟你的老婆, 真的会越来越漂亮,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话语, 见到他身上了, 不相信你再撕他回去, 跟大家有关系, 明天回去, 跟你老板讲, 老板, 你真是很棒, 老板,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老板, 你真的是我这一辈子看到最好的老板, 你讲一个月看, 我肯定你加薪, 升职, 赞美的力量真的很大, 我不是叫你拍马屁, 我是叫你很认真的去跟他讲, 很诚心的对他讲, 你称赞你老板的时候, 是对你有好处的, 要不然, 他会让你过不去, 是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上帝要我们在凡事, 凡事上要感恩呈现, 是有道理的, 当你看, 我们中国人都有讲, 起手不打笑脸人, 所以你遇到一个人, 每次都说, Thank you, 谢谢你, 感谢, 这个人啊, 你会不会给他赞, 你有想什么到好处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他, 你肯定会想到他的, 这个人很好, 这个弟兄很好, 这个姐妹很好, 哇, 这个人很会感恩, 可能你卖的东西, 外面卖三毛钱, 你卖五毛钱, 可是为什么你生意那么好, 因为你都是, Thank you, 老板老板, 请坐,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 我来这里新港恩典行, 一年了, 我每个礼拜, 我没有口渴都好, 我好像被魔咒这样, 我都会去那个corner咖啡店, 那个老板的嘴巴, 甜的要说, 老板你好, 请坐请坐, 为什么他生意那么好, 我最奇怪, 一个小的咖啡店, 生意那么好, 嘴巴, 他没有信耶稣, 他懂得称赞, 所以要学习感谢, 忙吹甘金啦, 你现在, 感谢人啊, 你不会少一块肉的, 感谢人啊, 你不会少一根骨的, 反正你有好处, 所以要学习感恩, 接下来我们来看, 奉耶稣的名, 得到洁净, 成圣, 成义, 那么一二三,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写尽成圣称义了, 所以, 你不会再定罪了, 兄姐妹, 不要让以前的过去, 你以前所犯错的地方, 所做错的东西, 一直定罪, 定罪, 不要以为以前你做错一件事情, 耿耿于怀, 因为圣经讲的经久, 你是奉耶稣的名, sorry, 你是奉耶稣的名, 被洗尽了, 成圣了, 成义了, 哈利路亚, 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内疚感, 这个定罪感脱移出来, 每一次魔鬼在定罪, 你说, 哪哪哪哪, 你又来了咯, 你就是老不死咯, 你就这样咯, 没有改咯, 你就是这样咯, 你今天好几年还来教会, 敬拜神, 哇, 你又做坏事了, 这些定罪感, 这个内疚感, 一定要除掉说,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但是我是靠着上帝的血, 我身上有上帝的意在我身上, 我诚意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 我诚意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我诚意是耶稣为我死, 耶稣代替我的位置, 所以每一次的那个内疚感, 那个定罪感来的时候, 你要学习宣告, 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竭尘圣, 诚意, 来, 我们大家讲啊, 我们大家讲啊, 我在基督耶稣里, 我在基督耶稣里, 是竭尘圣, 诚意, Amen, 接着我们来看, 奉主的名高默, 来一二三,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墨他, 为他祷告, 我们常常也要懂得, 高默很重要的, 用油高默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奉主的名高默, 那一些病啊, 这里解释这样, 这解释说啊, 我们相信病得医治, 如果一些病, 如果长久, 祷告了还没好, 他应该找教会的长老, 小弟长老这里的意思原文就是, 就是牧者啦, 教会的牧师啦, 教会的领袖啦, 为他祷告, 他一定可以奉主的名, 来高默, 然后得到释放, 因为一些病, 一些病可能跟罪有关, 所以必须要牧师来为他祷告, 来得到释放, 所以圣经讲, 你可以奉耶稣的名, 改高默,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就完了, 我们不只说, 奉耶稣的名感谢,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 也尽成圣称义, 可以奉耶稣的名高默, 我们来看, sorry, 奉耶稣的名, 跟你所有的细细生活都有相关, 圣经讲来,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经文是错了, 我没有问过, 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 来一二三, 无论做什么, 或说或行事, 都要奉主的名, 接着他感谢父神, 这里讲得很清楚, 兄弟妹, 无论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 都要奉主的名来做, 奉主的名来感恩, 看到没有, 原来耶稣的名, 跟我们的生活, 每一天都有关, 我不知道, 当中可能是做秀舍, 可能当中有人是学生, 有些人当中是做生意的, 有时候你真的要依靠上帝的, 我常常也是依靠上帝的, 以前我也做过生意, 我是开始卖那个电脑行业批发, 我跑全国十三周, 只有沙巴沙拉瓦没有跑过来, 因为我跑的话, 我怕我, 那个本钱赚不回来, 我就跑全马, 整个半岛, 我没有顾客群, 我没有像现在的salesman很好命, 老板便便拿, 拿个customer list给他, 顾客群去找他的顾客, 他只要去follow up这样, 我的是要去开市场的, 那个老板跟你没有关系, 完全不认识你的, 我常说,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的,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跟他没有关系, 常常是碰金子的, 我记得我第一个customer, 我在那边跟他, 他老板说, 你坐下, 等等, 我在那边坐四个小时, 坐四个小时, 看着他卖东西, 最后他有时间跟我讲话的时候, 他说, 我对你的产品没有兴趣, 我一件都没卖过, 但是我在我离开那个行业的时候, 我总共有全马各地, 除了沙巴沙沃, 我有四百多间的顾客群, 为什么呢, 我要分享, 不是我厉害做销, 厉害卖, 不是, 是因为我每次去做生意的时候, 主啊, 你帮我, 你走在前头, 我奉主的名走进去他的店, 奉主的名, 给我看到他的老板, 因为有时候你跟他的员工讲一半, 哎呀, 我不能坐着你找老板, 不能浪费时间哦, 所以你一定要每次你做任何东西, 你要让耶稣带头, 主啊, 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主啊, 你开路给我, 让我遇到好时机, 让我遇到对的人, 对的老板, 所以你就把你的, 他跟你生活有关系耶稣的名, 你必须要懂得用耶稣的名, 在你的生活上, 在你的事业上里面, 过着在你的事业上, 主啊, 让我聪明智慧, 让我读了, 不要浪费时间, 我读的这个三个小时, 全部都会有考的, 不要去读那些没有考的, 浪费时间的, 所以, 奉主的名, 在你的生活上, 找, 找伙伴, 找做生意, 也是要奉主的名, 所以, 所以妹, 主的名字, 跟你的生活有息息相关, 让我们站立起来,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用一首歌, 就看ível简直 суд, 加战一颗子 clapping一下, 齐止渣度全世界 我们ат载了几出一点, 不要近 Fast 5 5个星 college Até这种问题, 及其他的怎样, 然后再改变纪三峰出品啊, 利与新闻一号 staring他是宣物物呢 有什么